主席署长各位先进,我还是不是请署长 署长请 署长,我也是接着刚刚讲那个高一的事情 因为刚刚署长是说 他现在对病人病患比较好一点 那有一句话叫做四病有亲 你开个医院 你就是应该就是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的要看待 哪有说是因为做错事情然后被罚 然后现在就才会觉得 要对病人示好,然后希望病人继续来看 那这开医院是干嘛 对不对 总是比以前那样好一点 所以就错误了,所以我就觉得 你这个不管是这个私人诊所 或者是这个公立医院的 公私立医院的这些 这些医护人员 四病有亲这个字 我想在念书的时候一定是放在 这个第一句话就是 要把这个先能体悟到 你才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啊 先不是说因为你做错事情被罚了 然后所以呢我要对病人好一点 所以这一切都都都都顺着病人的那个 看挂号也快了,病床也有了 哎,署长,我觉得这都是要好好检讨 就像刚刚我们主席讲的 要好好的去去了解 到底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啦,署长其实啊 就说我本来不要把你请上来的 因为你实在很辛苦了啊 不管是这个WHA的事情 二代健保的问题啊 我想我们都支持你 因为你这个对的事情就敢讲 而且呢,确实去做 所以我们还是支持你了 所以呢,那你就请回去休息吧 好,谢谢 好,那我就请局长 局长,那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含药化妆品啊 那改个名词 你说这个含药化妆品是 是全世界那个其他的国家都这样用是不是 哦,没有 因为每个国家是确实是不太一样 有些国家只有两类啦 就是化妆品跟药品 不是嘛,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 你呼隆大家 我告诉你,就不问了 日本也许就是有讲含药的意味在里面 可是欧盟 欧盟是用Cosmetics 对,含药 韩国是用Function Function就是功能性的 那个大陆是用Special 所以不是每一个都是用这个嘛 所以你刚刚我告诉你 刚刚你在回答那个委员的时候 你这样讲说 哦,这个因为是国外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引用 不是是三类 不是是三类分法 不是,不可以讲话这样子 你是专业的人员 你讲话就要负责任的 我跟你讲,你以为我们都可以胡隆过去吗 我们也会去请教别人啊 对,所以想请教你一下 如果说我们认为含药化妆品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个名词 对于消费者来说会造成误导的 人家以为这个含药 是不是就是 就是有这个药分在里面 药的成分在里面 是不是有疗效 都会有这样子的联想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 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这个 这个名词 因为这个是台大一个医生 他这个特别撰文 然后来这个描述 来这个定义的 对于这个名词 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这个名词 我们可以来演绎来修正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对于这一类的 了解你那里面还有什么剧毒 剧毒的这个什么东西 这样子 孙老师一般人看的真的很可怕 没有这是我这是我们写的这个的意见 所以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 那所以我的说 我的意思说 你这些都要把它 把它用其他的名词改嘛 人家什么弹率弹性 你就可以改 去24小时 你要改成全天 你这个芝麻末节的事情 都去大改特改 那这个东西会误导 这个消费者的想 这个这个联想的 你为什么不去改呢 这个部分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部分我们我们确实可以来演绎 什么叫确实可以演绎 你就认为可以改就改了嘛 因为这个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药了 所以这个这个 这样子 那像说 我们也不是说像一些染法剂好了 它确实有一些物质 它很容易引起过敏 那也在动物的实验 确实有一些致癌性 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小心 因为我看过他们 他们这个一些说明啊 就说你在用化 这个化 萃取化学的 这个一些就是化学作用 或者是萃取动植物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难免会残留一些这些 这些化学的一些残留物质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 这个留下来的一些残留的东西 但是呢 它对于身体没有没有害处 对健康没有害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允许它吗 允许它存在 还是说完全都不行 哪一些 就是说 对啊 我了解那些现在有很多 就是所谓植物性萃取物的这些化妆品嘛 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把它纳入的 这不是说纯粹 但是这个还是 因为它就要看它萃取的原来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说 因为真的时代改变了 你这个局长也是新上来的 对 所以呢 我想你应该有些新的观念 那有些这个一些这个国际的视野 世界各国都在进步 他们现在的化妆品是进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就应该把他们优点 把它这个这个拿过来 然后做我们整个一个化妆品的管理条例的一个改进的要点 对 而不是说顾不自封 然后呢 死守着以前的这种观念 然后不敢不敢改进 或是不不愿意改改善 那如果觉得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这个换的人当什么当什么位置 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意思嘛 对了解 你这个既然你刚刚上来 你就应该破除以前比较这个保守的传统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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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没有进步的这些东西 把它废除掉嘛 然后提出一些新的观念新的做法来嘛 对 所以在在刚才委员提中有两个 就是一个广告那个部分 当然我们都同意 就是日后就会把它删除 就不需要事前的 因为你审查也没用嘛 但是就是在整个的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有含药跟一般的化妆品 抱歉还是用这个名字啦 因为现在就是含药 那一般的化妆品 我们现在都连就不用登记不用查 不用检验 那含药的化妆品 日后连检验我们也会消掉 只有在查验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还要留这个查验的 就是还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他里面 你现在是事先审查 审查对审查 审查是书面审查 书面审查只是一个文字在上面而已 对 所以你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有这个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样子 我们认为就说 我就听了很多的意见了 就说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事前的审查 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一个就说 他宁可你花更多的人力去做市场的稽查 不是那个 那个稽查的话 我想就是非常清楚 你标识怎么 你查的内容就是要如此 否则的话就违规 违规就重罚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他认为呢 就是说在这个 整个一个过程里面 他认为 这个主管机关 要有几个步骤 抱歉 因为老话也看不清楚 我去拿老话 他说现在啊 现在这个 现在你所谓的查 这个查验登记制度呢 只是对于 还要化妆品做书面的案件审查 那但是呢 我们是要做一个源头管理 那源头管理呢 并不是说 你做一个书面审查 然后呢 看资料可以的话 OK就好了 他是认为应该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 就是说 所谓的源头管理 应该是 从那个产品的成分的规范开始 就你产品有哪些规范 有成分是哪些 你要有个规范 而且呢 你要明确的规范 禁用的成分 还有重金属规范 好 就是说你 你这个成分 禁止哪些成分 你要把它标出来 你要告诉人家 还有重金属 是哪些东西 你也不能在里面的 你要讲清楚 这样子呢 才能从产品的成分的源头 开始保障消费者使用上的安全 好 那第二个 他说 应该要把化妆品的资讯公开 那让消费者啦 业者啦 还有专业的一些人员呢 能够非常透明化 了解他这整个一个流程的机制 这样子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业者来说 他全部都透明化 公开化 经的去检验 那他要 他要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买他的产品的话 他必须要做好啊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啊 是 对不对 那另外呢 这次除了良性竞争以外 也是做自主管理 他自己管理自己 否则的话 他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或是他违规 他马上受到严惩 重罚 他的企业形象也没有了 他的产品没人买了嘛 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积极的 要非常积极的要去计查 还有加重行政的罚则 那达到阻贺的效果 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 你多花点人力 物力 因为你现在我刚听你说只有2%嘛 市场的计查你只有2% 是太少了 所以你应该加重这个市场的计查 然后呢 违规就重罚 这样才有嚇阻作用啊 而且还有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透明化 要公开 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公开明确的一个法规的一个标准 让不要让业者无所适从嘛 那那个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一个流程里面呢 我们希望你们就是完全按照那个规范 然后这个追踪调查 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这种方式 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的 是了解 所以刚才其实有两点我们都完全赞同 然后到最后一点就是说 现在我知道美国跟欧盟 他们现在在在create一个所谓的资料库 把所有可能用到化妆品的这些所谓的药 就是做一个资料库起来 那这些资料库就包含了所有的安全性的资料 这些等等 然后最后就是为依照这个资料库来核准这样子的一个化妆品 那这是最后的一个所谓的有点类似食品的管理的办法 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也现在也是在沿泥朝这个方向 不过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所谓的安全性的资料 还不能够完全建立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还是希望要看到这样安全性的资料 因为我们除了安全性的资料之外 还要看它的安定性的资料 它实验的资料 另外还有一个小规模的临床试验资料 所以因为这个只有这个三个资料 只才能够确保确保它这个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我同意 反正这个保障消费者的这个权益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不管是行政部门或是我们民意代表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最好是用法上面 然后让它让业者自己呢 愿意去做这个这个严谨的一个管理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事实上你去查那都是消极的做法啦 所以所以我想啊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你们去思考一下 然后看看国外的做法好不好 因为我们根据资料的话 其实这个欧美啊 他们对这些这些这个审查制度都已经取消掉了 所以我想我想应该是有改进的空间啊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我这里面谈到一个 就是说要这边一规定 可能根据钥匙法 就是说他们要一定要钥匙驻厂监督 那事实上呢 它不是只有钥匙 因为它很多是有些化学成分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化学这个相关背景的这些人员啊 或者是说这个具备这样一定资历的这些 这些呃这些经验的这些专业人员 也做出驻厂监督的工作呢 好这个因为 不一定是一定要钥匙啦 好这个这个呃 目前在整个的钥匙法的规范里面下确实是有些困难 不过我想这一点我们拿回去呃研议一下 呃因为它基本上我们因为管的那个呃 它还是有钥匙的成分不管是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整个的呃钥匙的钥匙法的一个规范里面 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子的钥匙的一个呃 好不管啦 反正就是说我们先调的提出来那我们希望卫生署能够最好能够提出一个相对的版本 好然后今天大概也没办法逐条 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给你一个时间让你重新把我们的所有委员提出来的版本都去看一看 然后哪些能够做的哪些不能做的就提出来 好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主委员因为这个有二十九条哦 所以还蛮多大概没有办法 那接下来是我们江林军委员 呃谢谢张伟哦 呃